哈喽大家好,我是Vixi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前几天呢,我本来想在购物平台上买这款水蜜桃的贴纸 可是没货了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款手绘水蜜桃汽水美甲 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首先,均匀的上一层抵胶,然后照灯30秒 接下来涂上一层这一个偏裸的半透粉色 同样的,当我们在涂比较偏透的颜色的时候 是比较考验我们涂抹的一个技巧的 尽量薄涂轻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不均匀的问题了 当色胶涂抹均匀了之后就可以去照灯了 照好了之后再上第二层颜色 让颜色达到饱和 之前有听到网友们问 灌妆胶还有瓶妆胶的刷法会不会有不同 其实我个人觉得差别并不是特别的大 只要是薄涂多变的上色 都不太会有不均匀或者是刷痕的问题 接下来准备一个调色盘 取出一点白色彩绘胶待用 然后用极细拉线笔蘸取白色彩绘胶 在假面上勾勒出水蜜桃的形状 可以先画出一个类似爱心的形状 然后再将中心填满 接下来再画上两片小小的叶子 第一个桃子就完成啦 接下来在假面上再画出几个比较不完整的水蜜桃 接下来再画出几个比较不完整的水蜜桃 接下来我会在有空隙的地方加上几片叶子进行搭配 让整体造型看起来更加的丰富 接下来再画出几个比较不完整的水蜜桃 接下来再画出几个比较不完整的水蜜桃 画好了之后就可以去照灯了 接下来薄涂一层磨砂封层 然后照灯 这是为了待会的水彩上色做的一个准备 取出水彩还有水彩笔 调出一个比较浅的粉色 然后直接画在刚刚用白色彩绘胶画出的水蜜桃上 如果大家有对水彩不熟悉的 可以去看之前我的长岛冰茶的影片 那一个影片里有非常详细的讲解到怎么使用水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用比较深的粉色画出水蜜桃的纹路 增加立体感 除了粉色 我还加上了一点比较偏粉的棕黄色 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的自然 更接近水蜜桃的果实 然后在水蜜桃的叶子上涂上一点绿色 因为水彩是透明的 所以如果颜色不够深的话 可以再叠加多一层同样的颜色 让颜色比较饱和 接下来我用了一个比刚刚更深的绿 叠加在水蜜桃的叶子上 让叶子的纹路看起来更加的自然 上完色了之后 可以薄涂一层加固胶 然后照灯 取出黑色彩绘胶 带用 准备一支极细的拉线笔 蘸取黑色的彩绘胶 在水蜜桃的周围 拉上一条非常细的黑线 先涂上加固胶的原因是 我们在沟边的时候 如果犯下了什么错误 可以直接擦掉再重新沟 如果没有隔着一层加固胶的话 水彩是会被擦掉的 勾好边了之后 就可以照灯啦 接下来涂上一层擦洗封尘 然后照灯 准备一个干净的调色盘 取出带有粉紫色珠光的色胶 混入一点比较浓稠的棉洗封尘 我这里用的是硬式棉洗封尘 将颜色调透 准备一支小的细节笔 暂取调好的珠光封层 在甲面上点出一个立体的水珠形状 然后照灯 重复刚刚的动作画多几颗水珠 用清洁水将刚刚的擦洗封尘浮胶擦干净 这个款式就完成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呢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水彩分享 今天就到这里啦 记得订阅哦 我们每周周一更新影片 拜拜